《滾軸流冰》 滾軸流冰就是這個家庭的其中一個親子活動 為什麼爸爸又會玩一份呢? 我兩個小朋友都一起學流冰 他們兩個在牆裡玩得很開心 我就想在這裡坐著看 看兩個小時很悶 就說不如一起踩吧 蔡爸爸很快就學會了 除了因為他做開運動感於嘗試不怕跌之外 小朋友的魔力也很重要 初時學的時候兩個小朋友都很鼓勵我 又叫我加油 又會推一下我 雖然有時會推跌我 我們一起去踩 我們之間很開心 我們多了一個家庭的體育活動 喂 姐姐 你覺得爸爸踩成怎樣? 覺得你踩得快過弟弟 弟弟啊 我是不是踩得快過你? 有時咯 咦 爸爸玩得不錯 還拿過獎 為什麼你在踩班的時候 我沒有贏到獎 你會給了成人獎給我 因為我覺得你努力 我比賽裡面 因為你小過別人 但是你自己的表現好 我覺得你值得有獎牌 最近弟弟用了一些利是錢 買了一雙滾軸溜冰鞋給媽媽 希望她可以一起學滾軸溜冰 你覺得他們有什麼轉變呢? 最大的分別是他們的體能 在公園看他們和其他小朋友玩 他們很輕鬆 有可能玩一個多小時 他們遇到一些控制不到的挑戰 他們會很冷靜去想怎樣處理問題 例如像溜冰一樣 我們去到才知道地板可能會很滑 第一次遇到這些想不到的情況下 他們會發脾氣 近期遇到這些問題 他們真的會很冷靜去想怎樣處理這個問題 而我亦都在他們和他們的隊友相似之間 見到另外一面的他們 最真的一個面 就不只是現在 那麼安靜 那對家長陪小孩參加活動 教練又有什麼看法呢? 家長其實是一班小朋友的後盾 學習環境裡面 會面對很多不同的問題 需要解決或者很多不同的支援 家長是參與其中的話 他會知道那個小朋友面對什麼 他需要什麼 可以清楚怎樣幫到他們